创作剧本和排练的时候最大的困难 首先创作剧本最大的困难 就是我太笨了 感觉自己的脑袋真的不够聪明 感觉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想要通过这个剧本表达 但是写出来的剧 我发现只能表现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的这种想法 实在是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够 自己的能力不够 觉得自己太笨了 无法表达出来 这是最大的困难 智商不够用 这是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伟燕觉得自己太笨了 然后写剧本的时候 就一直的拖啊拖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故事 我们大概早早的就已经有成型了 就是大概的这个戏剧冲突几个点 其实我们俩都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呢 因为就一直懒癌 犯懒癌 然后就一直拖啊拖 拖啊拖 拖到了有一天 我就怒了 熬了一夜 然后就写了 写了一点 本来伟燕说他做编剧 我做导演的 然后我就怒写 怒写一幕 然后怒写一幕了之后 之后我就每天就拿个小编 抽着伟燕说 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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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写了没有 你今天写了没有 然后最后对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出来的 但其实我其实完完全可以理解 伟燕的感觉 就是说你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想表达 但是 对于最终的效果来讲 你可能 就是说我们可能想100分 但最终表现出来可能只有其中的10分 写进剧本里面只有10分 但是其实话剧它不仅仅只有表面上的台词 它还有一些你这些每一行 就是台词之后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含义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把这部这部戏导出来 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个台本后面隐藏的含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演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 这当然也是 这就关联到了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排戏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如何让演员能够理解台词背后的故事 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些没有在没有写进台词里面的感情 就是说如何跟演员沟通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演员他自己会根据这个台本 对这个人物有一些 有一个他自己的理解 但是有一些东西 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们需要跟演员去沟通 说我们这里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当然这也是创作上的一个问题 可能本身我们两个能力不够 没有把这个感觉传达的足够 所以我们可能就对演员更加苛责了一点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感觉演出来 所以无论是创作还是排练 鬼根结局最大问题还是我太笨了 我也很笨 我就是觉得 我心里就是包括排练的时候 排练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对这个演员有 我对这个角色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很多很多的感觉 然后很多各种微妙的情感 然后包括这些角色 他自己 包括有些角色他要隐藏 隐藏自己的情感 等等 就是这些 就是而且非常复杂的 他的情感里面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元素 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角色的这种 能够把他解剖出来 把他完完全全的给演员讲清楚 但是我自己的能力实在不够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 但是就像那个茶壶倒黄豆一样 倒不出来 说不清楚 茶壶一倒饺子是吧 对倒不出来 说不清楚 所以还是自己太笨了 大家谅解 其实我也挺笨的